風水最先的名字根本不是叫風水,最早期就叫河湖,或者也有叫地理 風水來講這個名詞其實由我們廣東開始,以我所知 因為以前來講的其他地方,風水都是叫河湖,或者叫地理 而風水是一個很特別的名字,因為廣東是特別多人去教風水 所以反形成它那個書,成為了這個名字 陷魚來講,真正的意思來講就是陷天道也,陷地道也 就是告訴你,陷魚是不夠天地之道,天道是講日月星神 而地道就是講山川那些變化,因為地理這個名詞 在風水來講,其實所謂地理就是土地的原理 這個,它這個原理來講是包括山川的地域,河湖的衣服 它用風水這個名詞來講